今天高雄市一个确诊个案 那这一位是在1月24号就已经匡列隔离的个案 虽然没有传出加零的好消息 不过随着确诊个案逐步减少 也证明高雄市在过年期间防疫的努力 如今看到了成效 在昨天就当天总共就动员了所有的医护团队 进行扩大的筛检 一天就筛了一万多人 零确诊个案 所以在这里我要深深的一举功来表达感谢 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 也感谢迄今当地民众的配合 为了控制疫情扩散 迄今社区筛检站全体总动员 新春期间不放假 连续六天一共筛检了一万六千多位市民 迄今市民朋友告诉我说 其实他已经挖了一次 挖了两次 挖了三次 其实我跟平安 我真的挖得很难 但是在过年期间 我也有听到说 很多媳妇要跟我说 我亲身也跟基甸 很多人都在跟我说 今年基甸 比较好过 岐阜未来经济振兴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跟市長 一定替我们基甸人 替高费 除了再次表达 他市政府对于齐经当地的乡庭 对于75岁以上的长辈们 市长陈其曼也决定延长 施打疫苗送礼金的福利 同时再加码 只要跟区公所打个电话 打疫苗就不用担心交通问题 虽然疫情似乎趋缓 不过民众还是不能够掉以千辛 除了未筛检的民众 要尽速前往筛检 以及照规定施打疫苗之外 市府也将持续扩大裁减 以及加盐防疫的措施 期待早日出现加铃的好消息 记得郑光沛高雄报道